肾炎会引起患者排尿异常,并且会出现身体水肿的情况,肾炎要选择正规方法,方法不当容易导致肾炎再次复发,同时也需要做好相应的副理工作,避免疾病再次复发。 肾炎患者要定期到复查,那么,肾炎复发的原因有哪些呢?告诉你肾炎复发有三大原因一,不彻底,不彻底是导致肾炎复发的主要原因,肾炎患者要选择正规的方法,并且要做好相应的副理工作,不彻底抑制肾炎再次复发。 肾炎患者要积极配合医生的,采取正规合适的方法,二预防不到位,肾炎患者不仅要积极配合,治愈后也要做好预防复发的措施,尤其要注意饮食结构的调整,尽量改掉抽烟饮酒等不良习惯,长期抽烟需酒容易导致肾炎再次复发,会加重肾脏和肝脏的负担,甚至会导致疾病再次发病。 三,其他疾病的感染,细菌病毒感染是导致肾炎复发的主要原因,肾炎患者要做好预防呼吸道感染的措施,生活中要养成勤喝水的习惯,经常喝水能促进人体新缠代谢,可有效避免肾炎再次复发。 三,做好预防感染的措施。 预防肾炎复发的措施有哪些? 肾炎患者要积极配合,选择正规的方法,尽量选择正规,并且要做好预防复发的措施。 三,不彻底容易导致疾病复发,因此患者不可中途中断,否则会导致疾病再次复发,甚至会演变为慢性肾炎。 三,会增加难度,二,肾炎患者要做好护理工作,并且要定期到复查身体,了解身体的恢复情况,避免疾病再次复发,做好预防感染的措施,避免呼吸道感染疾病的出现,并且要保证充足的睡眠,不要精巧熬眼,否则会加重身脏损伤。 三,重视情绪调节,缓解精神方面的压力,并且要重视作息的调整,良好的作息习惯有利于人体健康,做好饮食方面的护理工作很重要,尽量选择对生产有利的食物,生活中经常喝些白开水,能加快肾脏排毒,有利于身体健康。 试年复发源于有哪些,试年复发主要是不彻底引起的,因此患者要到正规,根据医生的建议,选择合适的方案,并且要做好相应的护理工作,做好预防疾病复发的措施,定期到复查,了解身体的恢复情况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